哈喽 大家好 我是樊一川 今天过来装一个大吊灯 36个头的 以前我装这个大吊灯的话是从上面一层一层 往下面装的 这个层高呢 是6米 然后上次我装一个八环吊灯的时候特意买了一个葫芦 所以今天装这个大吊灯的话 我想用那个葫芦来装 在下面组装好 吊上去 灯罩在上面挂就行了 这个灯呢 它是分了三个箱子装 然后它的灯罩很轻 我估计这个灯装出来应该是没有一百件 装这个灯之前 我们还得先找出它那个图纸 今天我们是来了两个人的 这是它的图纸 四层 假如一个人装这个灯的话 你老是要爬九手架 炒上炒下 不是很好装 你看又中奖了吧 哎 真的是 其他的要不破 破这个就装不成了 如果是破灯罩的话 这个灯还可以装 后面叫它补发就行了 但是它破的这个地方是在中间的梁接处 所以没办法装 只能找人了 经常会遇到这种产品有问题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划算了 来两个人 就补了一个商人费30块钱 一人赚了15块 然后今天也没有再预约其他什么活了 准备去把这个车修一下 103147 然后往这里103263差不多 马上就到了 还100公里 上次被据委的那个保险盖一直没有时间过来换 今天就刚好过来换掉它 老板不在 员工还不会算这个保险 一算这个保险 现在没办法做一个保养 看到老板回来 有时候一忙起来的话 真的是没有时间保养 我上一次保养的话 开了1万多公里采换机油 然后来这里画那个机油 真的好像跟水一样 这个地方上次也不知道在哪里搞到的 估计是刮到那个井盖了 这么大一条痕 还有我的保险估计今天也要买了 因为我的保险是1月4号到期的 今天已经12月4号 4号5号 下一个月就到了 其他保险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都说不买不买 之前买的话有那个车损险 今天我打算不买了 因为我这个车没有那个价值 因为我自己碰到的话 我不会去修的 比如碰到我 我就让他给我修嘛 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为什么上次我那个车开开开 他会想是说机油不够 不会说给我开到烧机油了吧 啊 现在还会吧 啊 现在还会吧 他我就怕他不准啊 他就跳了一个符号出来说你的机油太少了 上次呢 我开车开车 然后就跳了一个机油的灯出来 让我检查一下机油位 我怀疑他是不准 你看他放机油的时候 我感觉他放了很多的 应该不会说烧机油吧 这个排气这里也生锈了 看来要休息两天了 他这个要两天才能搞好 这两天我没吃用根本就干不了活 本来明天我约了上家 我全部推掉了 推到午后天去了 不懂 就很好 就很好 我可以试试一下 我可以试试一下 你们 感谢观看